《混沌剑神》第3824章 三世轮回果 或许是因为谭与先尊与幻祖有过接触的原因 所以 哪怕是剑城他们这边掌握的三个名额中 仅仅出现了两人 那位来自九天神谷的左道 也是丝毫不提名额之事 那些嘲笑谭与先尊的人 此刻也是纷纷闭上了嘴 接下来 剑城和谭与先尊若无旁人的盘坐虚空 耐心等待 谭与先尊已经开始吞服上品神丹 每一颗都很珍贵 吃得他肉疼不已 再争分夺秒地恢复自身 这时 一名身穿道袍的中年男子 来到剑城和谭与先尊面前 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抱拳到两位道友 摩天界之行凶险万分 不仅会面临着同道之间的竞争 同时也要时刻提防着 存在于里面的诸多杀阵 所以 在如此恶劣的境况之下 若是能多人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那在里面所承担的风险将会减轻许多 不知两位道友是否愿意与我们一道结伴行 组成攻守同盟 这名道袍中年男子剑城记得 正是他刚进入此地不久 便自曝来历的卧平真人 来自吉遥天界的卧龙庄 摩天剑尊的那座洞府中 存在着很多杀阵 剑城皱眉问道 感觉有些不合理 摩天剑尊晚年时打造的这座摩天剑 可不是为了自己所用 这座洞府存在的唯一价值是造福仙剑后辈 既然是造福仙剑后辈 给后生晚辈一处机缘与造化之地 那里面按理说不应该存在厉害的杀阵才是 否则 那就有为摩天剑尊开创这处小世界的初衷了 卧平真人本来是冲着谭与仙尊来的 想要将谭与仙尊拉拢到他们这边的阵营中 对于剑城这位先帝 实际上心里并不怎么看重 只是考虑到剑城与谭与仙尊是结伴型 因此对于剑城问出的疑虑 也只好笑着解释看来这位小友 对于摩天剑里面的情况了解的并不怎么详细 摩天剑里面的确是危机遍布 甚至用步步杀鸡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二当然 这些危机都不是摩天剑尊留下来的 而是前面那些进入了摩天剑的强者所布置而成 因为摩天剑内生长着大量的天才地宝 有些天才地宝极其珍贵 而前面进去的人 因为时间的原因并未等到天才地宝成熟 因此 他们便会布置各种强大的阵法 将这些天才地宝保护起来 以供下一次摩天剑开启时进去采摘 还有一些在仙界独霸一方的顶尖势力 甚至已经将摩天剑 视作为自己的要员 在每一次摩天剑开启时 他们都会带上一些天才地宝的种子 栽种在摩天剑内 借助摩天剑内 那得天独厚的环境 去培育这些天才地宝 并在周围布置下一座座 威力强大的沙阵 进行守护 毕竟在仙界中 有许多珍贵的天才地宝 培养起来时 都需要消耗极其庞大的灵气 而摩天界里面的灵气之浓郁 早已达到一种令人扎舌的地步 别说是那些独霸一方的顶尖势力 甚至就连十二天庭 那等势力 都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所以 每一次进入摩天界的人当中 也并不是人人都奔着造化去的 也有人是进去收取成熟的果实 至于最后 则是来自于机缘与造化之间的争夺了 在通往摩天界最深处的途中 若是没有足够 强大的实力 是很难走到最后 往往在半路上 就会受到截杀 以此来减少竞争者 说到这里 卧平真人目光转向谭与先尊 神色郑重 谭与道友 虽说你与幻族有一面之缘 但毕竟 没有实质上的关系 凭此事震慑不了别人的 一旦进入摩天界 以你这般虚弱的状态 必定会受到众多先尊的针对 很容易就会被打出摩天界 甚至是葬身在里面 所以 你若是能与我们联合起来 我们也能相互照应 谭与先尊沉默 他也知道 卧平真人说的是实情 见到种子的争夺 基本上唯有先尊敬方才能参与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 里面存在的先尊 自然是越少越好 只是当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剑尘时 内心却是一阵轻叹 最初他获得摩天剑经时 是胸怀壮志 更是有一股欲要借此机会 踏入三重天的决心 然而现在 他心中对剑道种子 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 因为他深深地明白 身旁这位看似只有先递进的剑尘 究竟有多么的不俗 那种深藏不露的神秘感 往往在很多时候 都让谭与先尊 这位踏入二重天的剑道强者 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见谭与先尊犹豫不决 卧平真人 继续趁热打铁地说道 谭与道友 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了四位先尊 除了一位一重天外 剩下三人 都是二重天之境 若是你能加入 那我们就有五位先尊了 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 主要目的就是 能坚持到最后 不至于在半途中就被淘汰掉 一旦到了剑道种子的争夺时刻 那大家就各凭本事了 羽天兄 不知你意下如何 谭与先尊询问剑尘 心中想着 借助卧平真人挤人之力 协助剑尘走到终点 以便省去途中所遇到的麻烦 城主自便即可 摩天界内 我准备单独行动 四处看一看 剑尘回应道 以这位小友的实力 若是去了最终点 在先尊之战的余波之下 很难保住自身 所以四处走走岛 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毕竟摩天界内的机缘琳琅满目 只要不是运气太差 都会有所收获 卧平真人笑着说道 卧平真人 谭某状态不佳 所以摩天界之行 也并不打算参与见到种子的争夺 我也打算在摩天界内四处走走 碰碰运气 谭宇先尊开口 拒绝了卧平真人的提议 文言 卧平真人 一脸失望地离去 这时 不远处的虚空传出 随着一道虚无门户开启 又是一行人 从外面进入了此地 这次来的人有不少 足足有八人 修为从先君尽至 先尊敬不等 领先之人 手中赫然执掌着一张摩天 剑金残叶 不过一进入此地 那八人便迅速分开 形成了数个阵营 由此可见 并不是一路的 我这有三十轮回果的确切地点 如果有哪位道友想要 可以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来交换 这时 一位先尊敬一重天的老者开口 什么 三十轮回果 据说一旦服下此果 有极大概率觉醒过去 三十轮回的记忆 历史中 就有一些修为平平的先人 在上一世 或者是上上世 乃是独霸一方的绝顶强者 在服用三十轮回果之后 一下子觉醒了曾经的记忆 从而继承了前世的一切所学 三十轮回果 就是赌运气 如果前面三世有一世 是绝代强者还好 瞬间获得如醍醐灌顶般的大造化 可如果前面三世 都是一介凡人 那可不是 有些强者这一世 是先帝敬先尊敬的强者 可实际上 他的上一世 只不定是某种畜类 就算如此 可三十轮回果的价值 也无比惊人 在先界都是有价无事的质卜 极其罕见 没想到摩天界内 竟然还有三十轮回果 这等稀释之物 曾经竟然无人发现 三十轮回果的消息一出 顿时引起了场中许多人的关注 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是一种毫无价值之物 可对于那些上一世 乃是绝世强者 转世之后 迟迟无法恢复前世记忆的人来说 三十轮回果 无疑是一桩能够让他们一飞冲天 改变今生命运的大造化 三十轮回果